原來這麼閨密 這麼朋友 其實也是的 我們雖然認識了不太長的時間 但我們很多東西都很相似 尤其是我們的蝦鹿東西 蝦鹿東西 譬如找路這些永遠 五分鐘的路程要找半個小時 我覺得最難得的一件事 就是入行之後 很難找一些真心朋友 我們兩個真的很多東西都可以分享 尤其是我自己 都遇過一些感情上的不開心 反而我一個電話 他就會立刻出來陪我 而且會想盡辦法去哄我開心 你的動作那麼相同 會不會喜歡同一個男人 我們的年紀又不相同 我的年紀不是問題的 大家喜歡不同風格的 幸好這方面不一樣 很不一樣 不知道他喜歡什麼人 他喜歡 我想都是比較高一點 都喜歡做運動 陽光男孩 開開心心的男孩多一點 我喜歡一些比較沉實一點 沉實一點 怎麼說 比較serious一點 滿一點的 嚴肅一點 對 嚴肅一點 滿一點的 我看了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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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這一集的trailer 都很狂狂 但其實 我不是說想去那些店 但是 因為我身邊所有的朋友 開始結婚了 童年那些 差不多全部結婚了 他們現在開始搞那些 婚前派對 剛剛有一個我錯過了 就是去拉斯維加斯 就是去 會請一個脫衣男 脫母男 脫衣男 他們很流行搞這些 但是我會跟他們說定 我說如果第二天 我有機會結婚 我婚前派對 不用請這些給我 請我吃吃飯 對 很害怕 很害怕 尷尬 不是那些 他們會有時候看到這些 會覺得很興奮 我不是的 我是很尷尬的 所以剛才有個男人 突然脫了一件衣服 很大隻 中間那個 剛剛他的胸口在我臉上 撐不住 很害怕 有一個 最多的 我不是想說 都沒有 都沒有 有一個 我不是想說